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17分10秒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婉如 在今天一大早呢 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灾后重建的新闻 其实转眼之间 台湾中度台风 莫拉克风在2009年的时候肆虐台湾 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没错 当年的8月7号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为隔天就是爸爸节 对 很多的人其实是返乡跟爸爸过节 结果没想到遇到人类这么样重大的灾难 是 在台湾呢 莫拉克风灾造成了死亡人数多达600多人 那么当然这个也造成了很大的灾情 那么事后呢 政府的重建工作 一口气也进行到这边是到了五年了 那么也很多 我们看到报章杂志的报道 看到很多很多当地的民众 自立自强 自发性的 做了很多的活动 或者是这些自立救济的这些行为 有外来的帮助 也有自己的自救 于是乎五年之后 莫拉克的这个风灾所造成的影响 渐渐的远去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台湾南部 受到重创的这些地区 其实已经展现出一个不一样的风貌了 是 其实也正好趁着在空难 还有全球战乱频传的当下 我们来听听一些正向的故事 来聊聊这些灾民 怎么样在五年之后 不应该再叫灾民了 叫重建区了 对不对 有一些自己的自立更生的故事 我们在今天访问到的是 好茶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陈在辉成理事长 理事长你早 早安 是理事长 我们现在真的要叫重建区了 不能再叫灾区了对吧 是 是 所以在当时 其实八月七号那时候 这么样大的一个台风 但是你们部落里面的人 离开这个家园 主要是暂时避难 本来以为 其实一两天台风过后 就可以回家了 结果呢 其实当时台风来临前夕 我们就已经得到消息说 这个台风要来了 大家为了避免危险 撤离到山下 还住个一天两天 让台风过去 也不立刻就会回来 大家当时想到的 其实就是 电容秘撤离很多次了 我们想说 这不过是其中一次而已 所以我们有些人下山 我们没有带到任何东西 就这样子下去准备 反正明后这个人就回来了 对 因为台湾的台风 美道的台风 记其实是蛮常见的 所以对当时 屏东好茶部落这边的人来说 其实觉得 这就像一般的台风 是一样的吗 对 好 结果呢 结果一下去一天两天三天 发现不一样了 回不去了吗 对 明明当时还没想到回不去 就是觉得这个雨量怎么这么大 我们为了担心部落的安全 我们会回到我附近的河川去看 水量特别大 我就开始担心部落 不在的现在状况怎么样 隔了两三天之后 我就带着我太太到 我们对面山头的马家村 去找一个离线的地方 可能不能找到部落的 看见的地方 没有想到看见部落里面 是一片河川 但是当下我们才发现 部落不见了 也就是说当年的好茶社区 其实已经整个被淹没了 被土石榴淹没了 就像八八木兰克之那一天 我们好茶就淹没在 整个土石榴里面 那未来面对那个重建之路的时候 当时的好茶社区的 所有的村民 还有包括您在内 您是怎么样去面对 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创伤 但是当下我们宣布 我们跟部落说明 我们的看见 就是淹没了之后 许多人真的是 没有办法 我们以为难以开口 怕部落战备会 没有办法接受 结果宣布反而得到 就是许多人 没有办法讲话 不晓得可能是政情太大 这样子就是 当然妇女们会抱着痛苦 但是一般的就是 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 讲不出话来了 可是这个在那过来 我们其实我们看见了 整个社会大众 对我们的关注 关爱有这么多丰富的爱 有这么多的关心关怀 也给我们另外的 另外的看见 就是发现台湾 就是一个真的是 充满爱心 充满关怀的一个地方 是 所以得到很大的温暖 也所以也因此 在这个重建的那份心上面 就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跟鼓励 去恨复 当时是 整个重建的力量 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您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 回顾一下吗 就是在 我们就是 我们是好查 在96年的 8月13号 就发生了 社会大众 叶末朗末部落里面的 五分之一的家屋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部落 就已经在推动 前村这个案子 只是到98年的8月8号 还没有完成 推动的方案 的时候 莫拉克就来 那我们来不及 完成前村的工作 是 所以理事长您的意思是说 2007年 你们就已经在准备要前村了 因为当时也曾经 遭到台风的肆虐 2009年 大家还没有完全牵走 对 就是我们 2007年发生了 生怕台风的时候 我们好查就 就开始推动前村 但是这一年 两年下来 好查前村方 一直停摆 一直停摆 远近大转 大家会觉得说 有必要前村吗 是不是呢 是 当下在 生怕台风发生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意见 就是 签跟不签的问题 还有政府的支援 可能一直没有 一直 定案 这个前村的案子 所以一直到98年的 1月1号 我们不如绝对发现 我们前村一定要 势必赶快进行 我们发现 我们有很大的危险 所以1月1号那天 就整个好查 前村推动委员会 那当下就推行我当 好查前村 推行委员会的会长 来推动这个前村案子 那我们经过我们的努力 从1月1号开始 再努力去推动 在4月份 推动了一个 好查前村规范案 开始去说服 我们的部落 然后我们在心里 那个一致 共识来说 我们要推动前村案子 然后一陈政府 跟NGO去说服 所以我们就是 8年的7月份 7月中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 得到行政的核定 前村案子通过了 没有想到 7月底 得到前村的核定 一直到 一天 两天 三天 开始 8月9号 8月7号 开始默默虚疑就来了 8月8号 就整个摩拉克进来 淹没了 我们当时的 前村的规范案 整个船只 前村的美梦 都在那个当下 就淹没掉了 大家才知道 最后定案了 可是还来不及 签 完成 对 结果 家园就被淹没了 对 所以 理事长 其实在整个 说服大家 全村的过程里面 您所说到的 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就是一般民众其实对于 真的要搬家吗 这应该是对土地的感情 是很深厚的 可是你们最后怎么达成 这样的共识呢 没有错 其实我们的心情 开始都一样 就是没有人愿意 离开自己的家乡 我刚才说 确实没有错 我们爱这个土地 我们舍不得 这个土地的对待金刚 他都舍不得 我们这个皮子挺亮 但是现在我们 可能我刚才不如说 我们说 我都要爱你们 爱这个土地 我是第一个 也舍不得 离开这个家乡 但是我们家乡 发生了安全的问题 不是我们不喜欢 这个家乡 是因为安全的 出了问题 也不是别的地方 比我们家乡 是我们家乡 发生了安全的问题 我们未来 照顾我们家乡的人民的 城市民财产安全 我们势必要 离开这个地方 或者我们会有 没有任何 极大的危险 会伤害我们整个 这个部落生命 这样大家 用图片的说明 不断地跟大家 很坦然的说明 大家才知道 是的 我们不是不愿意 我们不是要离开 这个家 我们不是不喜欢 这个家 是因为这个地方 发生了很安全的危险 是 所以2009年8月8号之后 也不得不搬家了 在永久屋的安置 8月8号那天就确实淹没了 我们家乡没有了 也就不得不搬家了 对啊 可是之后呢 大家永久屋的安置 都还好吗 这五年来 永久屋的安置 目前大家都觉得很好 因为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让我们生活的地方 而且我们也没有退路 可以选择 是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也当时也 也达到我们当初 在年轻的规划案的目的目标 就达到我们当时的理想的目标 所以当时有政府跟民间组织的协助吗 在永久屋的这个部分 对 就是到这个地方 就是政府的重建会 跟班级 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世界长会 所规划跟照顾的 所以我们这个部落里面 一般过去 世界长会在我们过去 我们好查 30年前的签讯 从旧好查 签到新好查的签讯案子 就是世界长会 协助我们完成那个签讯案子 那这一次的签讯 又是从世界长会来协助我们 其实当时本身之间 就已经成 已经有一个原先的默许 跟原先的感情感 所以这次的很多协调工作 很多的 这样的执行的工作 大家就不知道能够很自然 很顺心的去完成它 是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 为您访问 好查社区发展协会的 陈再辉理事长 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 莫拉克风灾 即将要建满五周年了 行政院的莫拉克重建会 会在今年的8月8号 这个卸牌结束任务 我们在这个时候 回头来看一看 五年来 好查社区的成长 还有重建的工作 理事长 我想再度来请教您 就是过去 在灾前 受灾之前 好查社区的民众 所从事的经济活动 大概都是哪些 那么当然受到 这么大的重创之后 一切的活动 也许都会暂停了 那么重建之后 有什么不同 或者说 因为我不太清楚 就是说 重建之后 是不是仍然 就是很大部分的居民 也都开始重拾过去的 这些生计 过去我们在 部落里面 当然就接近我们的 就在我们的土地上面 农耕地附近而已 所以我们许多的农耕活动 当然是跟着过去一样 在继续经营 所以我们 有多数的老长辈们 都在做 从事农耕的工作 这样子 帮助自己加油的生活 那当然中年以下的人 当然是在都市外 去磨身 去就业 去让为了孩子的读书方便 还有就义的方便 都大部分在去 外面去磨职 就业 但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因为我们离开了 我们的耕作土地 那我们这个山项 这边也没有耕作土地 在分配给我们 所以最大的改变 就是农耕的生活的问题的改变 这是现在最大的改变 那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这些我们的 好茶社区的民众呢 当然到了这个地方安置之后 我们的基础的环境 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就是 产业的生活的 那种要建立 所以产业上面的工作 在农业方面的 我们说到了阻碍 那我们就要思考 在文化产业方面 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生活 譬如说手工艺的训练 像编织 雕刻等等 持绣等等的训练 然后从这个地方得到技术 来改善生活 那我们也有推动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部落家务里面的 那个接待家庭 接待家庭 让外面的朋友们 到这个地方参观和旅行的时候 可以住在我们的家屋 来跟住在家里会 一方面可以 可以有 对这个家屋里面 有经济的协助 第二方面呢 我们让外面的朋友 跟我们的家屋 聊聊天的时候 可以增进彼此的认识 文化的差异 从此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因为彼此认识 彼此教堂 就不会产生文化的差异 跟彼此产生文化的 彼此的欣赏 像我觉得是对 我们大社会 跟我们部落里面 是有很大的帮助 外来的观光客 来到好茶社区的时候 住进这个接待家庭里面 去体验一下原住民 就是真正 面对面去体验原住民 非常乐观的天性 还有这个浩克的这些 这么棒的本性 应该都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好 对不对 大家都达到很好的回应 所以目前来讲 回流的那个度婚的朋友 其实是蛮多的 觉得这个地方 觉得这个地方的环境很好 地理环境和空气好 这样以外 当然他们可以真实体验到 所谓的生活 原住民的生活就是如此 就是刚才讲的一样 甜心的自然 所以也因此 那姐家的帮她彼此 成为好朋友了 不再只是来观观 变成是观观完毕 回去之后再下次来 其实是朋友来玩 是 就不是简单的观光客 这样走马开花而已 我们比较推顿 就是说 他们来这边 没有错 是第一次了 第一次可能是来观观的 第二次应该是朋友来这边 从有朋友的家里 来这边生活 他们带别的朋友来 发现这边的美 这边的人 可以介绍这边的人文 所以你是讲 在社区发展协会 这五年来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就是我们刚刚有听到的 像接待家庭 然后也有发展一些 自己社区里头的手工业 那就是一个让部落 跟平地的 这些百姓结合的一种方式 所以 理事长 各位再多说一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有收音机 旁听众朋友听到 好茶社区发展协会 他们怎么跟你们 做一些连结呢 去到你们那边 就有接待家庭吗 怎么去联络呢 其实在好茶 其实我们 目前好茶社区发展协会 这边在那个官方案 还没有建立完成 所以当然如果是接到我们 我们就可以做完成的 那个规划 其安排 包括邮城的 邮城的安排 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官方网站 就在成立之后 我们就可以推广到整个 外面来讲 就不较容易接触 目前来讲 都是可能 朋友们 比较辛苦一点 去那个 我们就是打好茶 这两个字 关键字 也许就找到我们 而且我们 也是欢迎大家 可以 透过网路也好 透过电话 可以找到我们这边 我们就可以完成 对你的招待 跟对你的安排 所以只要搜寻好茶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一些相关的资讯 我知道理事长 您还把自己的永久屋 室内化成一个好茶的山景 也让部落的老人家 长辈们 可以有一个 回忆的好地方 那当然也让我们 外来的这些游客们 可以更理解 原来的好茶 是什么样的样貌 是 就是刚刚讲的一样 你可以搜寻到 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 好茶怀旧帐 怀念的怀 是 好茶怀旧帐 这个好茶 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 在前春过程当中 我是好茶 前春的会长 我就比较多的机会 跟部落的长辈 叔叔伯伯们 在一起聊 听他们的心声 陪他们聊天 结果我发现 我们的部落长辈们 对我们旧部落的怀念 是非常深 那我想 回去的道路上 都长存的 没办法回去 那我就这样子 我没办法回去 部落 我把部落里面 这些长辈们 最怀念的那些地点 的风景点 最怀念的那些故事点 整理起来 把它画到 我在牆壁上面 就按照东西 画在墙上 比如说 我们的 红几幕休息 上 比如说 我们的 不回处 心灵的灯塔 比如说 我们的格拉勒 就是我们的水平地 把它画起来之后 我们家乡老家 到这边 就会感受到 好像回到家乡的感觉了 是 所以大家也可以搜寻 好茶 怀旧站 是 其实 莫拉克风灾 建满五周年 但是整个工作呢 虽然是行政院这边的工作 战告一段落 但是 大家不能因为 任务结束而遗忘 这一件 这么大人类重大的灾难 所以我们以后 可以在高雄 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 看到 莫拉克风灾 重建展示馆 而这个展馆 也会在八月八号 正式的开幕 让重建的经验 史料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是 那志评利用这个 刚刚理事长回答 宛如问题的同时 我们找到了 好茶 怀旧站 站是客栈的站 是 这个上面的首页的 这个照片 就是很多很多的 我们看 眼前来看 就是很多来自平地的 这个都市里面的年轻人 他们在这个地方 留下很快乐的 这个照片 我们也看到 哇 这个房子很漂亮 然后在这里 所看到的自然景观 那真的是棒得不得了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 如果你今天听到 这份广播的内容 其实你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到底好茶社区的民众 他们是从过去的一个 农耕式的生活 但是遭遇到 这样一个重创 台风的重创之后 于是乎 他们没有了土地 他们开始从事手工艺 他们在编织 在这个雕刻上面 有了这么好的成绩 那甚至于 他们也开始有接待家庭 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我刚刚我跟宛如 最高兴听到的事情 就是李长 你说的一句话 就是回去之后的民众 如果他们再回到 社区里面来的时候 就变成是朋友来拜访 已经是朋友了 所以是来拜访 这份这个真情 这一份我们可以体验到的 这个热情 其实是就是我们在旅行的时候 最想去寻找的东西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人情味 而不是像都市之间这么疏离 好棒哦 我们今天在节目 访问到 好茶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陈再辉 陈理事长 谢谢理事长 告诉我们您的重建过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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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安